现代中国琉璃的问世不仅恢复了一门古老的工艺 也改变了人们对这项工艺的看法 琉璃工坊的作品取材广泛 超越了琉璃历史上曾经含瓜的形式 不再局限于古代配饰及砍剑悲悯 琉璃工坊从一无所知的黑暗中摸索 提升到过去全世界不曾有过的水平 以这个技术述说琉璃工坊与民族文化 历史间依存的情感 本期天下纵横坛来自琉璃工坊的代表 将为大家介绍琉璃这门复古的工艺 敬请关注天下卫视国语台本周六晚间8点 以及无限台周六晚间9点播出的天下纵横坛